土耀中的烈火燃燒著 仿佛正在表達控游民眾對活動的熱情 這是草鞋墩人文逛逛產業協會舉辦的 幸福花海歡樂搖曳萬人控游的活動 來響應上次政公所舉辦的控游 讓當時無法參與到的民眾 能再度體驗控游的樂趣 主要我們也是要讓我們的鄉親 讓我們的老一輩子來回憶到我們過去 我們控游的家庭和情境 也讓我們一代年輕人 都不要整天都在家打電腦 可以走出來農田來提供控游的家庭 來這邊控游啊 真的可以感覺到以前我們農民的辛苦 你看那些土我們用鋤頭挖都這麼硬 然後他們是翻了整個田地 我們只在控游而已他們以前是要工作的 所以真的很辛苦 還有控游 小時候到現在控游其實不多次 所以來這邊是很難得的機會 很開心很好玩 活動現場有著一千座的窯 以及上萬人參加活動 全家部分男女老幼都一同到場參與 同時還結合了草屯各個社區發展協會來此擺攤 達到推廣草屯的地方人文特色 議員也表示希望透過此類型的活動 能讓民眾體驗農家樂以外 未來也希望發展成 特色觀光產業 來帶動地方的經濟 看到很多社區和地方的事項 有一千有的少量來在這裡控游 大家在這裡控游 可以說非常努力 上禮拜 我們做辦的活動 不夠八成來補 所以頂公所和代表會做的合作 連續兩禮拜來辦兩場 讓我們草屯町的民眾 可以說很開心來控游 我們也說未來 可以帶動我們地方的商業 特色觀光 特色產業 讓我們未來 能夠成為草屯鎮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活動 草屯大米栽種面積 廣達一千五百公頃 是全縣最大的米香 而在早期農村社會中 控游是這個季節中 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希望藉由萬人來控游 讓此項無畫能 在現今的工商社會中 流傳下去以外 還要帶動地方的觀光產業 米一新聞林軒 草屯採訪報導